你知道运动不只能锻炼肌肉,还能锻炼大脑吗? 别怀疑你绝对有能力改造自己的大脑 看完这本书后,穿上你的运动鞋开始运动吧 大家好,我是老汤 今天介绍一本书,书名是《运动改造大脑》 作者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约翰·瑞迪 作者通过这本书为我们说明了大脑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首先书中举了一个实验个案 在美国的纳帕维尔高中 每天早上有一节课,叫做学习准备型体育课 借着每天的运动,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高 更有团队精神,而且减少了校园暴力 因为当你的身体活跃了起来以后 你的大脑也跟着活跃了起来 纳帕维尔高中并不是美国重点失效 但是他们后来通过这样的学习准备型体育课 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的科学成绩达到了全世界第一名 数学成绩达到了全世界第六名 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平均水准 反观现在台湾地区的中学 为了追求高升学率 反而挪用体育课来进行重要学科的补课 或是举办模拟考 其实这样反而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果 人类的大脑如何进化 远古时代人类为了求生都会进行大量的奔跑 因为要追到食物才能养活自己 因为要逃避猛兽才能远离危险 随着不断的奔跑 大脑和运动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结 运动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连结带来了更复杂的动作 才形成了今天如此复杂又宏大的人类大脑 但是现代人的运动量开始逐渐下滑 导致了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忧郁症、标率症、恐惧症等等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运动量的下降 运动如何影响大脑? BDNF是什么? BDNF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是人脑中的一种蛋白质 在脑部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 但怎样才能够促进我们的BDNF的分泌呢? 科学家拿老鼠做实验 发现运动是能够带来BDNF的分泌 BDNF的分泌带动了大脑神经细胞 之间的连结和活药程度 所以你的大脑就会变得更厉害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多巴胺、血菌素和正肾上腺素 多巴胺可以让你幸福快乐 血菌素可以让你情绪稳定 正肾上腺素让你集中注意力 更有利于学习 运动能让你减轻压力 初中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刚离婚的单亲妈妈 因为带小孩的压力、收入的压力 她开始酗酒 喝酒导致的结果是身体变得更糟糕 而且压力变得更大 她找心理医生看病 医生告诉她说 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 你马上拿起跳绳就跳 就给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 这个单亲妈妈半信半疑 但反正她也不愿意花更多钱去做其他治疗 这根跳绳她还是愿意买 也买得起 一到繁星的时候 她就开始跳绳 结果过了几个月 回来告诉医生 她把酒戒掉了 心情非常好 她现在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从神经学 从细胞的角度来看 运动可以给大脑带来很好的释放压力 运动能让你解决焦虑 焦虑是认知上的错误解读 当我们的认知出现了错误解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焦虑症 运动可以治疗焦虑症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她不仅能够通过缓解肌肉紧张 以及增加血菌素 而抑制型神经地质来治疗状态焦虑 医生在治疗焦虑症的时候 通常会给患者吃一种药 这种药叫β受体阻止剂 运动也能够分泌这样东西 当你有足够的运动量的时候 你的心跳频率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时候你自己体内就会分泌这样的东西 就会让你变得不容易恐惧和焦虑 运动能让你改善忧郁 忧郁症是一种大脑联通性问题 当我们有高压力激素的时候 会毁坏我们的海马体神经细胞 大脑当中有很多突出萎缩 导致神经细胞的交流被阻断 所以通常忧郁症患者会想不开 总是处于消极思维的状态 是因为大脑无法拓展旁路 形成替代性的记忆 而我们的海马体神经细胞受损以后 运动产生的VDNF能够帮助我们修复 能够让我们的神经细胞重新变得活跃 所以运动使我们自然而然的行动激发大脑 让我们感觉更加尽力充沛 运动能够让你克服成瘾 成瘾是指人类反复过度使用特定物质 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的障碍 例如酗酒成瘾 网路成瘾 运动对减少成瘾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帮助 比如说酒瘾发作的时候 只要10分钟的运动就能够减少对酒的依赖 运动5分钟就能够减少对香烟的渴望 但千期不要运动过量导致多巴胺泛滥 造成运动成瘾 运动能让你延缓衰老 随着我们逐渐变老 有滋养作用的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会越来越少 而且神经地质多巴胺的产量也会随之减少 海马体内的新的神经细胞也一样会越来越少 并且身体出现的疾病 以及运动量的下降 都会导致大脑的进一步的老化 而大脑的老化也会促使我们更加不愿意运动 但是运动让我们的心血管变得更加强健 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 改善情绪 强化免疫系统 促进神经的可塑性 这些都是使得我们能够延缓衰老的原因 制定大脑训练计划 每周五天 每天三十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也可以从慢跑逐渐到偶尔加速跑 在慢跑的过程当中融入加速跑 让自己的心跳能够冲上去一下 对于身体机能的改善是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要学习科学跑步 有一本书叫做《跑步圣经》 推荐大家读一下 除了有氧运动或跑步 也可以选择瑜伽、太极或重量训练 对锻炼我们的大脑都会有帮助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改造大脑 中心建议您先阅读这本书 然后穿上你的运动鞋 开始运动吧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书籍介绍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许您的分享就能让他们也爱上阅读 我们下次再见